《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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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指控半島電視台記者 與哈馬斯有聯繫 烏克蘭發影片招行北韓士兵 三餐有肉還可以養貓 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德國柏林召開 颱風譚美登陸菲律賓 26人離難 16萬人疏散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0月25日 週五 稍後在節目結束前 我們會分享一些關於糖尿病管理的關鍵研究數據 以及一位用家 通過全食療方式 成功穩定血糖的親身經驗 有興趣的觀眾請不要錯過 以色列國防軍IDF 在23日公布了一批 由加沙走廊發現的文件 指控半島電視台六名記者 與哈馬斯 以及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有軍事聯繫 據《紐約郵報》報導 這六名記者分別是 謝里夫、薩拉馬、巴沙特、薩拉吉、奧馬爾和阿魯基 據以色列軍方的說法 這些記者被列入哈馬斯文件裡 詳細記錄了他們的工作、訓練、連碼號碼和薩金 IDF進一步指出 謝里夫是哈馬斯奧塞拉特營的火箭炮發射單位領袖 薩拉馬是伊斯蘭聖戰組織宣傳隊的副隊長 巴薩特被指是哈馬斯北貝特坑龍營的追擊手 阿魯基是奧塞拉特單位的隊長 而奧馬爾就是東漢尤尼斯營的訓練隊隊長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這些記者在半島電視台工作 令他們能夠推動針對以色列的宣傳戰 特別是針對加沙北部的爭議行動 IDF說這些文件證明了哈馬斯 和卡塔爾媒體半島電視台之間的聯繫 不過半島電視台就強烈否認該指控 說他們的記者自從10月7日 哈馬斯發動攻擊以來 一直保持不斷的戰爭報導 該電視台的報導 通常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持批評態度 特別是在加沙地區日益惡化的人道危機 和磊爛人數上升的情況下 卡塔爾作為半島電視台的主要資助國 也受到以色列的譴責 被指和哈馬斯有直接資金聯繫 目前這些指控還未經過獨立機構的核殺 就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第十一次前往中東滑船之後 以色列發出的聲明 並沒有提停火也沒有提談判 24日以色列又對黎巴嫩空襲 出動戰機轟炸貝魯特南部郊區住宅區 四次攻擊摘毀了6棟建築物 燃燒起大火 而真主黨也不甘示弱 24日在聲明中表示 已經擴大對以色列的攻擊力度 包括首次使用精準飛彈 以及向以色列目標發射新型無人機 但卻沒有提供進一步細節 真主黨隨後表示 已經鎖定特拉維夫郊區的以色列軍工廠 作為攻擊目標 CNN駐以色列記者表示 很明顯 一點都感覺不到這個區域局勢會降溫 不過據耶路撒冷郵報週四最新的消息 哈馬斯宣布正在進行談判 阻止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北部進行將軍計劃 另一方面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23日到空軍基地 向以色列空軍發表講話的時候高叫 在空襲伊朗之後 全球將會見識到以色列的實力 據《以色列時報》報導 加蘭特在X平台貼出影片 他到哈茲姆基地 向空軍發表講話 說在我們對伊朗發動攻擊之後 所有人都會知道你們的能力 也都會知道你們在準備和訓練過程中 付出的一切 事實上 以色列多年來一直有進行大型演習 模擬對伊朗的長期空襲 更值此準備和德克蘭當局進行對抗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在給伊朗的信息中說 我們的人民將會擊退威脅我們生存的危險 大家只要看看加沙和黎巴嫩 就可以了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衝突會是怎樣 據耶路撒冷郵報報導 伊朗反對派活動人士說 卡拉圭附近的一座核設施 不明原因著火 該地區唯一的核設施 是赫什特格德農業研究及核子醫學中心 目前伊朗官方媒體 沒有證實火警或可能的原因 有網友表示 起火的不是核設施 而是位於卡拉圭市的一座發電廠 另外在X平台還傳出 統治伊朗長達35年的獨裁者 哈梅內伊宣布交出權力的消息 原因不明 也未經證實 不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22號表示 正在調查未經授權發表的機密文件 已經確認以色列軍方為潛在報復襲擊所做的準備的同時 據英國《泰晤士報》星期四報導 以色列已經制定了代替行動方針 但是由於需要改變某些戰略和組成部分 因此在行動之前必須要進行兵棋推演 報導引述一位了解以色列情況 但是不願透露聲明的人士說 以色列擔心即使涉物事件沒有提及潛在目標 但是所提供的細節可能有助伊朗預測某些攻擊模式 因此在美國洩露計劃細節之後 以色列被迫推遲對伊朗可能進行的報復性攻擊 並且說將會報復 但是所花的時間會比預期的要長 近日世界各大媒體都在討論 北韓是否派兵幫助俄羅斯進駐烏克蘭前線 烏克蘭方面就發表勸航影片 說北韓士兵如果投降一天可以三餐都吃到肉 住在溫暖的房屋裡面 影片當中還有貓陪伴的溫馨畫面 這段影片引發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說這是切中北韓士兵的要害 還有人說這種做法可以舉一反三 到時候也可以用類似的手法招航中國士兵 據本台記者查證 發表該影片的組織 叫做《我想活下去》 是烏克蘭政府在2022年 專門為想要投降的俄羅斯軍人設立的 該二線由烏克蘭國防部報總局運作 23日發表的影片 使用韓語呼籲 你們會被安置在溫暖的房間裡 我們會提供一天三餐 包括肉類和新鮮蔬菜 並配上俄文字幕 在影片的結尾還有二維碼 只要素描就可以和《我想活下去》組織進行聯絡 烏克蘭軍事情報機構 在比可能被俄羅斯派往烏克蘭境內的 北韓士兵的信息中指出 你們不能無緣無故在以國他鄉陣亡 你們絕對不能受到一千上萬 永遠無法回家的俄羅斯士兵同樣的命運 作為戰夫投降 烏克蘭將會為你們提供住所、食物和溫暖 據首爾說 其中一些士兵目前在俄羅斯 守候將會被派往前線 南韓國會情報委員會成員 南韓國會情報委員會成員 霍善元在國家情報局舉行簡報會後 在首爾向記者表示 據估計又有1,500名北韓士兵 被派往俄羅斯 令總人數達到3,000人 霍善元補充說 到12月 大約有1萬名北韓士兵 將會部署在俄羅斯領土 南韓國家情報委員聲稱 平壤正在派遣大量士兵 接援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軍隊 作為北韓俄羅斯軍事聯盟的一部分 此舉可能打破朝鮮半島安全平衡 平壤駐聯合國代表 甚至將首爾的說法 毫無根據的謠言 北約和美國表示 如果這些報導得到證實 烏克蘭衝突將會有可能升級 對於烏克蘭發表的 對北韓士兵的招航影片 網友熱烈議論 網友說這些影片 對於吃不飽的北韓士兵來說 真是切中要害 但有人就擔心 北韓士兵根本沒有智能手機 看不到影片 還有人說 能夠被派出來的士兵 他們的家人 都在金正恩手上做人 X平台網友 若為自由故說 舉一反三 如果有一天台海戰役打響 中美戰爭對抗 中日戰爭衝突 可以直接發影片 殺全單 告訴他們 如何獲得聯合國六項基本人權 如何翻身做主人 不再做境外勢力的奴隸 如何獲得免費醫保 如何令子孫享受高水平教育 普通民眾如何獲得 與公務員一樣的退休金 不費一兵一擲 就可以結束戰爭 減少中國人民傷亡 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在德國柏林召開 來自各方的大約50名民主志士 其中包括民運人士 八九學運領袖 以及台灣、香港、維吾爾族 藏族、蒙古族人等代表與會 在目前俄羅斯戰爭不斷擴大 中東地區戰火蔓延的背景下 中共在台海展示的軍事行動 加外引發世界和平面臨危機的擔心 10月24日 在歐洲之聲的主持下 一連一度的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在柏林召開 會議涉及的主題廣泛 除了對中國內地社會問題 和經濟下滑的探索和思考之外 還特別關注香港實施基本法之後的現狀 以及台灣的主權和安全 並且還提出和西藏、維吾爾、 南蒙古人權組織合作 展開每年系列的支持和聲援等訴求與願望 關於備受關注的台海議題 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 國際北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 獨立中文北會榮譽會長 廖天琦女士在主持會議開幕的時候 特別強調 世界還有一個火藥庫 計時炸彈 那就是台海 中共的軍機軍艦日日擾台 近日更進行所謂的聯合利劍2024B軍事演習 派出航空母艦並接近距離 由六面海空包圍夾攻台灣 此舉再設震驚世界 我們現在在柏林舉行這次研討會 就是要提出警告 警告世界 不可以令台海危機讓城軍事衝突 今次會議 有大約50名民主致使 到延長與會 全球以視像方式參與會議的 有大約100人 預計25日 與會人士會齊聚中國駐柏林大使館前 舉行抗議示威 並且安排向中國大使館遞交請願信 呼籲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 今年第20日颱風潭美 24日零時30分 在菲律賓伊沙貝拉省登陸 強風豪雨造成該國至少26人離難 並迫使超過16萬人撤離家園 報道自出 譚美甲大的雨量 24小時內已經超過500毫米 相當於接近當地兩個月的降雨量 首都馬尼拉東南方 大約400公里的北科爾區 得到超乎預期的高水位 加上水流相當喘急 菲律賓官方派出警察救援隊 但是人員就難以進入部分地區 部分民宅水浸到兩層樓高 有居民說家裡30年來第一次水浸 根據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及天文服務管理局 自出 譚美在菲律賓旅宋島 伊沙貝拉省的東北部城鎮 維拉坎陸 最大持續風速是每小時95公里 目前正在向西穿過科迪勒拉山脈北部山區 向南海移動 菲律賓當局已經下令 在風暴路線範圍的公司和學校停工停貨 另外據民房辦公室的說法 有超過16萬3千人在臨時收容中心避難 官員說過去幾天因為強風浩雨 御匿和土石流等原因 估計造成該國至少26人離難 而在交通部分 民航監管機構24日表示 全國至少有70多架航班被取消 CNN氣象主播預計 雨勢到25日才會緩和 還有部分地區 估計累積雨量會超過700毫米 東南亞多個國家受到暴雨侵襲 氣象專家還提醒 目前亞洲地區 可能出現三台共沒有的危險局面 除了譚美 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都各有一個熱帶低氣壓 如果持續增強 可能會導致更大程度的威脅 根據英國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數據顯示 糖尿病患者 每降低1%糖化血色素 致命的風險 可以降低21% 小血管病發症風險減少37% 而周邊血管疾病導致的折肢 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險 就下降43% 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 可以有效降低病發症風險 近年來 越來越多人透過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 同時配搭食療補充劑 來穩定血糖和血壓 感受對藥物的依賴 接下來 我們聽聽香港九龍區的陸先生 分享他服用三膏代謝補 四個月之後的變化 還有健康520研發團隊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產品 補氣18尾 這款產品 是由18種天然成分 精心調配而成 轉為改善缺藥 血氣虛弱 和容易累的人事設計 是一款純天然的高品質補健品 對於新冠後遺症患者 補氣18尾 能夠提供特別的支持 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了解詳情 網址就在我們的影片下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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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訂閱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